3月10号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百年诞辰 他的作品《社交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影响了一代人 为何金庸的作品能在华人社会长盛不衰? 中心社东西问专访曾与金庸共事6年的浙江大学原人文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张孟新 金庸是浙江大学原人文学院首任园长 1999年至2005年曾与张孟新共事6年 金庸发挥其影响力在浙大举办过一系列高端论坛 为浙江大学的文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一番贡献 张孟新总结金庸是尽职尽力克尽职守的院长 是平易尽人充满睿智的长者 更是重情重义寻寻善诱的大师兄 金庸先生这个人一个他是狭干一胆 这样的人很容易交朋友的 他的朋友也是非常广的 他们都是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所以这些呢就是他是把那些的资源 都是这个充分的用起来 他主要是体现在做讲座 做学术交流 这个金庸先生呢确实是这个感召力很强 那个大会场西纪教区 下会场里面都是里三层外三层 这很多人都是那个站在后面 站在窗户上面就是来听金庸先生的这个讲座 因为金庸先生呢 他一般他就是喜欢以这个和那些同学们啊 就是小师弟小师妹啊 称这几位大师兄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距离下直就是拉近了 张梦新回忆 1999年到2005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良性发展时期 但也有不少不良西方思想涌入 当时金庸先生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重视以人为本 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大力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在这个思想文化的领域 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包括他的小说 这里面也是弘扬了这种 很多中华文化的思想和优良的传统 他说我们教学的目的 着眼于人 重视人的实际生活 文学与艺术师求充实人的精神生活 丰富人的艺术生命 这些与历史 师求了解人的生命本质与价值 了解奋斗的目标与方向 他都是围绕着人 围绕着人的精神 人的追求 人的价值 人的生命 这些根本的东西 张梦新当时还主编过 这大版的大学语文 还把金庸先生的小说加入其中 这里面还有一段趣事 当时就是教给我一个任务 就是主编 这个赵大版的大学语文 那么当时 我是把金庸先生的这个小说 我想这个学呢 要英才实教 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 金庸先生是我们的院长 是我们赵大的教授 所以我当时挑了三段 一段是《色雕英雄传》里面的 还有一段大概是《神雕侠侣》里面的 还有一段就是《笑耳江湖》 我选下来三段都打印出来 那么我请金庸先生过目 我说赵先生 我要把你的这个作品呢 就是编入我们浙大的大学语文教材 那么你看看这三段哪一段好 所以老先生呢 自己亲自定下来 他说是死之辈 潇耀江湖 救难 张猛新称 金庸先生的小说 充满着狭义精神 家国情怀 崇德上义 蒋成信 守然诺 这些精神历久民心 正因如此 先生的作品容易让国人产生共鸣 其家国情怀这种价值观 在当今社会仍然经久不衰 因为这个文学作品 最关键就是要感人 那么只有真实才能感人 以情才能动人 所以金庸小生这样的一种 你说他的这个郭靖 从这个这个底层成长 这个成为大小的过程 也让很多年轻人呢 他想到了自身的一种奋斗的目标 年轻人呢 都是渴望成功 那我想呢 这种家国情怀呢 不光是中国有的 各个国家都有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 那个精神呢 我认为在当前 仍然有他家传 特别是金庸先生里面 从得上益 还有一种 诚信 讲诚信 受燃落 一落千金 所以这样的一种 是非常需要 张梦兴告诉记者 他还曾受海宁的金庸书院委托 收集各种外文版的金庸小说 在新加坡 韩国 日本 东南亚 以及美国的华人区 先生的小说被翻译成各国语言 如今我们怀念他 纪念他 最根本的就是 记住先生的四个字 为国为民 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金庸先生的四个字 为国为民 这个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 我们说一千到一万 你知道为国为民啊 这两个是弄好了 我们国家 我们这些政府 我们的干部 我们的老百姓就好了 第二个就是 对于我们中华 这个传统文化 和中国的传统美德 一定要很好地继承广大 我觉得这些是最最基本的 也是我们纪念金庸先生 最根本的地方